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星岛日报报道 农历新年临近 但社交距离措施暂时未放宽 近日社会已经开始有声音 讨论花市会不会继续举行 康民署已经计划在农历新年前值几天 如常在旺角花区作出特别交通安排 有些建议相互作感染控制措施 例如摊档之间设屏障 和控制访客人数 当局有建议员工在活动开始前48小时内进行病毒检测 并在可行的情况下考虑保留访客和员工名单 有助于需要时追踪接触者 也建议鼓励使用安心出行程式 明镜报报道 运输及房屋局昨日公布过去10年 讲究新界主要干渡 在繁忙时间平均车速 九龙区上午繁忙时间见10年的伸低 2019年平均行车时速20.6公里 较港岛21.5公里慢 自2019年中环和湾仔绕道通车后 港岛车速有所改善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九龙区近年并没有建设新道路 铁路也没有进展 但交通压力一直增加 建议政府做整体运输策略研究 制定发展计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